各位影友,大家好。又是我们成龙直播的时间,我是摄影学义学协会的王永耀。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可以讲一下香港摄影的一个很精彩的作品。 这本的画策在两年前创作了第一本。 这个画策给大家看看,中国摄影艺术年间2017-2018,港澳卷。 即是说里面的内容,里面很多的作品,就是代表了我们香港摄影界的精英都会参加这个人才。 我们的中国旅游,这个陈福女先生出版,当然是中国旅游出版时,是出版的。 为什么叫中国摄影艺术年监呢? 其实这个中国摄影艺术年监是有中国的样子,另一本是中国版的。 但是以前没有香港、澳门这本港澳卷。 因为我们现在出版的港澳卷,都是要北京那方面看过一些作品,认为够水尽,我们才能够出版。 而且印刷是十分精美的。 你看看刚才那本印刷就知道了。 二百多页很重,还是精装版本。 内容除了我们香港的作品,还有部份邀请国内一些名家放了一些作品给大家欣赏。 最重要的就是有我们香港的树影间前辈,陈福丽先生的作品在里面。 有十多版是介绍陈福丽先生的作品。 所以是值得我们参加这个印刷的作品。 如果邀请到印刷的一般都有这么多的知名度。 也有些新秀,也有很多前辈。 因为是代表香港和澳门少英界。 所以十分重视。 所以有份参加印刷出来的作品,经过我们都会筛选一下。 如果不是十分理想的话,可能要求我们的作者要换照。 这次我代表了香港中国四英艺术研究院的征集人。 因为前两年疫情停了,没有印到这本书。 今年12月左右,我们就会印出另一本新的画策。 很难得中国四英艺术研究院能够在我手上邀请很多四英名家, 将会参加,欣赏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包括因为我们的四英华会, 是有很多世界十节的作者在这里。 在我们这里成长的作者, 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代表香港的中国四英艺术研究院。 欣赏他们的一版或者两版。 现在我就介绍里面的六部分内容给大家欣赏。 第一张是我当年邀请我印刷。 因为这两张照片是当年的创作,非先的创作。 说真的,如果在这个影楼真真正正很谨慎地创作非先巡影, 我应该是第一个。 无论服装、人物、所有的背景, 我都很讲究。 因为当年淘宝买到的服装,我看不上眼。 我现在就要选了自己制作。 所有一个布、一个尸带、头冠,所有都要亲身去经历,去选择。 买布回来,找我太太去缝纫一件非先的作品的衣服。 这个无特意,刚好就是当年香港的武术学院 是在排练着一只叫非先舞。 他就是其中一个表演者。 所以,我请你的模特,他真是可以表现到造型、姿势、手势。 都有非先的轮廓。 好,我们看看第二张。 这张洞宇静的作品是郑康伟先生的作品。 郑康伟先生,如果大家在香港的摄影界一定认识。 这十年八年,由跟我学习摄影到现在, 他已经独当一面成为联合摄影家协会的明月会长、创会和明月会长。 不用说了,他得奖的作品十分之多。 《洞宇静》不是那么容易拍, 这张洞宇静要双重曝光, 将快门传开。 施施的舞蹈艳员后面, 做了一个慢的快门, 做了一个动动而模糊的抵告。 然后最后叫个蒙特尔, 一跳高做一个很漂亮的动作。 然后我们用闪灯快速凝固这个动作, 接下来收了这个快门。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艺术层面是十分局。 这一张也是彭文聪, 当时的旅客社会的副作。 他的作品也是有潇洒的舞蹈表演, 又有很宁静的青马大桥, 和一些船的停泊之后, 日出的时间。 这一个很美丽的影像。 第三张, 你可以看到, 两张都很清彩, 莫亦超先生。 这些是这几年我们香港开始很流行的, 一个光溃摄影。 去到胶外, 找些光棒造成不同的形象, 不同的图案。 摩托在中间, 就不能够动。 所有摩托才是黑象。 拍完这个光溃, 前面当然这个是有导演。 拍完之后, 我们的线灯再一闪, 将我无特意的亮点出来, 造成一个很特别的光溃作品。 这一张, 大家都会看到很清晰的, 曼快门, 交通灯。 这张照片是你库荣我们香港的影游的创作。 你看前面很多的车, 豐荣而至, 很快的, 很曼快门, 令到一个很美丽的线条。 交通灯绿色, 就是一个静态, 动意定的表达出来。 这张就是奔马, 持平。 亦是在坝上, 用一个慢一点, 又不能太马太快的八块门, 因为太马就不见了。 因为马在跑的时间, 它的水花就会洶涌而出, 所以造成一张很漂亮的作品。 接着是李富涌的作品, 也是李富涌的作品。 又是用动语症, 一个导影的方法, 一些舞蹈的作品。 来看这张, 是陈福丽老先生的作品。 很多年的成名作, 在湖水的导影之下, 建筑物显动得有动感。 其实这些照片, 你能看到这些照片。 动感上面就是, 其实只是那张照片的导影。 但一导影之后, 产生幻觉的效果。 接着, 这两张是澳门映有佳哥梁耀佳的作品。 梁耀佳这四五年, 在澳门的摄影界, 拿掌无数, 露出头来。 他也很多时候, 走来我们香港, 跟我的摄影团不断创作。 这一两年来说, 成绩、丢柄, 无论什么题材、 运动、动语症、 火龙、写实、 各样佳职。 他今年也是, 凭我带他去孟加拉那些作品, 考了很多个F, 高级会士, 并且拿了很多金环铜牌。 可以说, 一个新信很快就没起出来。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安徽祝海, 让大家看到一些风情, 我们国内一些香村、 农村的特色。 亦都是由陈福丽先生的作品, 大家欣赏。 这就是陈福丽老师先生, 当年去东北的头像。 他们拍《向海丹定河》。 陈福丽的画艺作品, 他真是有他的心思。 下面那个红叶, 一个雅边的红叶。 这些手法, 到现在人家都会很欣赏。 而且你想想, 当时他拍这些作品的时间, 是一九六几年、七几年的时代。 《丹定河》有一张百学图, 我见过, 拍得临沥尽致。 他也是一个香港, 在中国里面首位一指的, 知名度最高的摄影家。 又是陈福丽的作品, 无论是乡村情怀, 小品一只黑猫暖牢, 各样都是他的表演。 他什么都拍, 什么都能表现得到我们的乡土风情。 陈福丽不止是黑白皆称, 彩色也有他的很漂亮。 这两张作品, 一张以地为主, 一张以天为主, 天地合一, 色调十分理想。 那个放射性的构图, 令到人家觉得那张作品 是十分之精彩, 十分之抢眼。 当时他已经是把这些放射性的构图, 是放在他的作品之中。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香港。 我们想拍已经是没有了。 我是五百年出生, 六几年他就拍了这些作品。 我出道比较迟。 但是我1978年左右, 开始学拍照, 我和陈福丽先生都应该是有十年的交情。 我认为香港的社会是一个值得赞颂。 斯文有例, 不会因为后者的合会, 他不能看电影。 他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 真是首一字, 看着第一张。 这些沙庭的冒警, 现在没有了。 这张喜语, 拿了获奖无数。 当年的陈福丽, 在头身沙龙界, 是最出名的一位佼佼者。 下面两个修女在那里走, 很宁静, 用过天, 虽然云海不用太多, 但是你表现出他的画意风味。 刚才看过这张, 亦都是他的几张是当年的代表作。 以前他是越南的战地记者, 所以他有些作品在越南拍摄。 这些是他当然在越南时拍摄的山包人物。 后来他走到香港发展他的事业。 他更加成就更大。 这些人物的生活, 从这个照片中表露无谓。 画意作品一样是脱离了人间平常所见的美丽的风光。 前景二树之, 前景二树之, 包览了画面的前景。 后面一只小艇很简单, 或者一只烏鸭在这个枝叶中, 加上一些提字, 已经是很疲倾的一张画意作品。 陈福丽老先生当年在香港, 亦都是跟香港的沙龙黑暗访之王, 邓雪峰先生。 邓雪峰先生真是香港的摄影之父。 他教出很多很出名的徒弟, 包括王桂权, 包括很多很多。 不过我不再说了。 我认识邓雪峰先生太迟了, 1980多年, 他两年之后就过了身。 少了这个机会, 我向他学习。 这张香港日出,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这张绿郎在香港摄影界, 慢慢就没出声明。 他拍的猫猫, 拍的夜色风光, 有他的独特见解, 有他的独特风格。 他出来之后, 现在很多摄影会都会找他去讲座。 他的水准行不行? 在这个摄影圈中, 有没有摄影会邀请你? 身为讲师就知道。 如果你不够了, 你是没办法, 人家不会邀请你。 这个香港的作品, 哇! 这个舆论文, 不是经常通见。 这个就是, 我们这本中国摄影旅游, 年纪总监王重辉先生的作品。 当年, 这本《中国摄影年间》 就由王重辉先生一手召集香港的摄影家, 澳门的摄影家。 因为他的知名度也很高, 在国内也是中国摄影旅游出版社的成员。 因为疫情之下, 他现在在深圳, 所以唯有唯一找我协助, 创作这本第二本的《链铛》。 王广龙先生, 王广龙先生, 我记得他, 我刚刚拍照的时间, 和他的童年差不多, 也有四十年历史。 他人比较低调, 但是作品的含内含都十分高超。 你看一个鱼眼镜, 他拍这些, 将影子也拍在那里。 很有人人期待, 一个作品, 于是摄影家也是在等待, 在等着帮昏的一刻。 梁明杰, 这一张梁明杰先生, 《澳门夜色》。 澳门的华登初上, 我们要走到很高的山腰拍摄, 表现到整个小岛的工程。 《狮子山下》代表了香港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 李浩根先生, 当年是大众会副会长, 现在已经投身了导师的行列, 在这儿教导准香港的视频界。 他现在擅长和别人改镜头。 把镜头改了之后, 更加霍发出漂亮的效果。 《狮子山下》的照片, 你看看他的气氛, 摇摇在山峰上。 下面的华登初上, 全部是香港的精神。 这些导演的导演。 这个导演是靠《乐宇》而形成的。 这是深圳图书馆, 或者是海哥, 是深圳的一个摄影人。 很多人去过深圳图书馆, 但是能够拍到这一张作品的机会十分明。 因为它有雨落到, 便会出现这麽佩脸的气氛。 蓝钓, 当然要太阳没齐落的时间拍摄。 接着, 一张山顶的模式。 这样的环境, 你一定是要3月、4月回蓝天之形成。 这麽漂亮的山顶云海。 这些都是要看你的机会。 你看到工人的剪影。 各地剪影的林树成先生。 他用剪影的手法, 表现到日落的时间, 还是辛勤工作。 下面一张航拍摄影。 突出了城市的云霧。 这个云海的墓景, 真是会碰到刚刚好, 而城市的云霧不是常常有。 你只要遇到玄蓝天, 3月份、4月份、 下个雨、 第二天早上, 才有机会拍摄。 这两张是用一个暗调低调的手法拍摄。 是名家肖建勋先生的作品。 肖建勋先生是我们的, 亦是香港的代表、掌长、佼佼姐。 他的沙龙排名十分高。 他投奔沙龙, 投交这个沙龙創作。 我想全香港最有耐力就是他。 他参赛国际沙龙二十多年。 肖建勋先生有一段时间移民了去加拿大。 但是这十多年回流回香港, 在香港行议。 我和他也是十分之深交。 他回到来都跟过很多的摄影团。 当时因为我们刚刚做到的团, 都是很新鲜。 香港没有一些摄影会去做新疆团、越南团。 所以他都跟我们玩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摄影界无人不知》就是肖建勋。 《摄影界无人不知》就是肖建勋。 现在这个也很漂亮的作品, 《大围先生》。 一些很宁静的作品。 《黄昏》的表现。 一个像备阳光刚刚落到那一点。 光好出这个金光。 能够出到这个星形, 是一定要光缘收得很小。 光缘收得很小, 你才做得到。 《32》光缘最好就容易一些。 但光缘没有可能成一个星形的构图。 这是刘先生的作品。 刘先生的《云海重图》。 风起云涌的云海, 已经是将相片的气势磅磅的所在地, 吸引你。 还要刚刚日出的时间, 带点微黄。 整个冷调中带一些暖调, 令作品更加精彩。 这是深圳的作品。 当时深圳最突出的、最高的建筑物就是地王大厦。 已经是深圳的代表,高耸入云。 其实他当时连高度不是很高, 但他就很厉害。 张朗之鼻笼增堆到高一高, 结果破了这个纪录, 最高的建筑物。 是王志勇先生的作品。 好的作品是层出不同, 到处都会给大家欣赏到作者的摄影风格。 接下来是谭健康先生的作品。 谭健康先生曾经担任过农协会长。 他不只是摄影功力深厚, 而且也乐于赞助很多摄影会。 因为有他们这些前部的支持, 那些摄影会也容易生存一点。 无论是在摄影的贡献、 艺术的成就, 都是值得我们推崇的。 这两张也是肖健康先生的作品。 你看到每一张肖健康先生的作品, 气势磅薄, 宇宙中横之间, 铺天盖地, 风起云涌, 真正正是大片。 无论画意写实, 各种题台, 或者是电脑制作, 他都是一手八八。 今年应该九十多岁, 年纪都很大, 但是都很精神, 不停地我们都会有学会。 我亦都会邀请他帮我们学会讲这个摄影。 他讲的摄影, 真是令到很多新进学不到的消息, 是学到以前没有人教得到的理论, 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不是那些只是重复又重复, 别人说了什么又说了什么, 这些只是有深度有内涵的讲书。 这个仙境武器也是十分理想, 是《华侨色影学会》的今年的会长, 《王小华女士》的作品。 《小华》我都看着他, 进步得很快。 他跟着是王重辉, 跟着《笑影学会》不断探索, 带领学会组出很多的笑影团。 他使得华侨色学会有很大的成绩, 并且在中国女士与小华协会都可以参与一个角色, 是很难得的。 《线条》的作品, 不容易选择得好的作品。 杜尚仁先生, 杜尚仁先生当年也是负责这本《笑影艾术年教》的收集作者, 一个重要的影友, 《卫会》出力, 很难得。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 每一个人都应该, 除了你喜欢拍什么拍什么, 你做到你的风格, 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欣赏, 和别人不一定时代完全相同, 这就是创出自我。 一张茶餐, 这个老茶馆的作品, 是谭敬先生, 是澳门一个很出名的老人家, 他去四川成都那边拍老茶馆, 一辑照片就考了很多考试, 也是在澳门的摄影界, 一个很高地位的老摄影家。 他的老茶馆是一辑的作品, 可以说是生息不少。 这一张摄影华联, 这个华联, 华联的作品都以一个乡土乡情为主, 表现出农村的韻味, 这张人物作品, 刘奇作者, 刘奇作者, 如果大家在香港的士兵界, 无人不知, 他是亚洲的重要的一个国际的士兵会, 他是一个会长, 他人物真是拍摄得多姿多彩, 亲情, 表情, 表情, 在三张照片里, 你都看到了。 人物的陶醉, 人物的浪漫, 在他的作品里, 都可以看到。 很开心的乡村农村的小朋友, 站在马尚, 华联的作品, 亦都是以农村的风格去表现他的摄影才华。 继续大家看看是雷宗堂先生的作品。 雷宗堂这两张作品, 一张一看就知道了, 尼泊尔的掌路, 掌路每个都有特色, 但上是完全不同。 另一张是中国一些农村里, 少数民族的作品。 接着这张猎野猪, 刘奇先生, 刘奇先生, 这个猎人很有自信, 拿着一把枪, 就打了一只猎猪。 我们的摄影, 很多是反映现实, 反映了那个时代,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地方 是不会让你去做这个猎猪的行动。 我知道马来西亚也还有, 但是你要拿牌, 不是随便打野猪就打野猪。 《孟加拉作品》 我们去过了, 是林郁春先生, 林郁春医生的作品。 我们都去过几次扮加拉的作品, 我们去了很多次。 林郁春曾经做过一年的香港市影学会会长, 可以说也是我们香港市影界的表录者。 好, 第一次, 《中国市影艺术年监》 《香港卷》给大家欣赏过。 下个月, 星期五我们会推出第二期, 让大家欣赏到这个这么清晨的内容。 只要希望第一, 第一,香港的影游,如果你有兴趣,参加,印在你的笑影艺术连键,可以联络我 我都要看下你们的作品,OK,只会印得上去 印得上去即是表现到你在香港亦有一个笑影的地位 希望大家踊跃点支持,好,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拜拜